今天要來做一個炸醬麵 這個炸醬麵呢 是我通過的做法 它的做法是比較彈式的 有醬汁的這樣子 好 那現在就來看做炸醬麵的什麼材料呢 小肉 骨乾 洋蔥 竹筍 丹頭 那放你豆芽菜跟小黃瓜 最重要的炸醬麵的靈魂 炸醬麵的靈魂 甜麵醬跟豆瓣醬 好 首先先來切 豆干 蒜頭 切成蒜末 然後首先先炒絞肉 絞肉要炒到翻白 然後把那個油拼出來 好 現在這樣炒到翻白 那就把那個蒜頭 洋蔥 接下來炒一下 然後現在加那個甜麵醬 跟豆瓣醬 那甜麵醬跟豆瓣醬要炒過 才會香 才會好吃 然後加醬油 透乾 加點糖 煮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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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中火 熬個 熬個十幾二十幾分鐘吧 然後最後再來試試味道 好 看起來好好吃 看起來好好吃 最後呢 加點 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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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啦 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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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